歡迎收看比賽的老師 薛惟雅老師 好 各位同學 我們比賽已經結束 然後接下來我來針對的是 剛剛已經一年級的比賽講評一下 我想應該大家第一次站上來都非常緊張 那你們大概在唱歌的時候呢 我們要檢查 我沒有跟你們一月下午 我從你們走路開始疲倫 所以有些搬上來 這樣走了 然後就這樣走 回望很整齊 這看得非常清楚 那這是第一個 因為我們這麼漫長 所以其實搬集了整齊 整齊都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要提高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會緊張 你們站下來的時候 你們的眼睛呢 有時候可能會急著想要去找自己熟悉的朋友 或者是別人啊 是不是 但是你的眼妝是應該要 要過客戶是在齊揮 然後你的聲音焦點的東西先丟 沒有 其實我會這樣說 所以我剛才在這個過程 我發現有些同學 你們歌曲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準備好要進歌的 所以當你第一句進來就拿開啊 那個聲音很明顯是散掉 或者是因為騎了去就亂掉就不對了 所以你們在第一拍這個的時候 沒有準備好 那你的聲音聽起來是比較倉促 是比較混亂的 那無論是出情歌或者是性化的歌曲 其實這兩種風格的歌曲 它都可以是呈現出有層次的 什麼在有層次 例如是音量的部分啊 那或者是生物的表情 我們有男生有女生對不對 所以是你們在生物上是可以有變化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剛才你們應該都不曉得 我們前面的老師就是我們評審啊 我們有很多的就是磨合 我們剛才菜單打起來 因為實在捨不太多繞 我覺得就是你們各有很棒的優點 那當然你們各有一定小失誤 所以我們在評分的過程 我們也需要非常非常的 跟各位獎勵有些比較抱歉的地方 你們或許會覺得 我們表現很好 那為什麼寄個名字 然後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名字 沒有辦法給我呢 對 我剛才說 我先真實在說 我們會從 就是第一個你們的發音 要怎麼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們對於 這個樂曲無想落度 這是一個整體性 還有你的音準啊 寫開這些都是考人的部分 對 好 那 雖然這次的比賽 我想就是 你們的每一個練習的過程 我很幸運都參與在其中 你知道 不知道你們在唱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享受 在自己的音樂裡面 我是蠻享受的啦 但也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下午 你們喜歡這個下午嗎 喜歡 喜歡 那我們可以提一個掌聲嗎 我們今天要講 今天要講 我們今天要講 一年級到二的 你的音樂裡面 才會更精彩 我也期待我們 我們之後 一年級的同學 你們 今天你們升到二年級 你們會看到 還有更多的 比如說我們下一代 自己來好 然後我會有心情 這樣子 你們會看到他們的表現 就有點 也覺得就是 這一點你們的表現 是很棒的 但是我想還有很多 經過的空間 那OK 那我講完就到這邊 下午時間讓我們讓我們招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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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